你知道,是什么样的姻缘,让佛陀只给女性一次出家的机会吗? 一天,托罗南比丘尼到施罗伐城中起食,见到医护人家,只有一个小女孩在家,于是问道,你的父母呢? 女孩说,我刚满月时,父亲就去世了,不久前,母亲也去世了。 比丘尼继续问他,你现在有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呢? 女孩说,我没有任何医护了,如果是这样的话,你为何不出家呢? 圣者啊,谁能让我出家? 托罗南比丘尼说,你跟我走吧,我能让你出家。 就这样,女孩跟随比丘尼出家了。 后来,女孩被烦恼牵缠,气道还俗,离开了托罗南比丘尼和僧团。 又过了些时间,托罗南比丘尼在外出启食途中,又遇到了这个女孩,便关切地问他,你现在靠什么生活? 女孩说,圣者,我无依无靠,艰难度日。 比丘尼又问道,那你为何不再次出家呢? 女孩答,我已经还俗了,谁能让我再次出家呢? 比丘尼说,我能,你跟我走吧,就这样,女孩再次出家,跟随托罗南比丘尼外出启食。 士罗伐城中的一些婆罗门长者得知此事,讥讽道,这些世家女,真是能做善事啊。 一会儿出家修行,一会儿气道还俗,随自己的性情,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这难道不是做善事吗? 他们的话,被另一些比丘尼听道,告诉了比丘,比丘又告诉了佛陀。 佛陀开示道,因为还俗尼有这样的过患,这些婆罗门长者讥笑损坏佛法。 从今以后,已经还俗的尼众不得再次出家,如果准许再次出家,那他的师父就犯了阅法罪。